郭开不愧是大秦战神 一出手就绑了秦始皇老妈 没想到嬴政毫不犹豫 照着郭开的胳膊就是一剑 紧接着就是大腿 眼看郭开倒下 秦军立刻一拥而上 拖捉了郭开 而郭开作为赵国丞相 他的行为就代表了赵国的态度 嬴政眼看赵王都欺负到自己头上了 气得当场就要灭了他 可李斯却坚决反对 李斯认为赵国就相当于骨髓 虽然是最鲜美的部分 但如果不先剥离血肉敲碎骨头 他也吃不着啊 嬴政也觉得有道理 与其跟赵国硬壳 不如先假装认怂跟赵国结盟 嬴政可太了解赵王了 典型的给点阳光就灿烂 只要他一得意 就免不了野心膨胀 欺负周边国家 而要想让赵国同意结盟 战神郭开刚好能派上用场 郭开却睁眼说瞎话 强调自己不是绑架太后 而是接她回娘家醒亲的 但谁见过五花大绑回娘家的呀 截略太后乃是万死之罪 当初车烈之行 你可见过车烈 眼看郭开吓得直发抖 法官也于心不忍 给他指了条名路 要不你再想想换几套说辞 说不定我俩信了 将你的车烈之行 改为腰斩 得还不如车烈呢 听说郭开敌死不肯服软 秦王都快笑出声了 敌死啊 果然还没见过这世上 比郭开更怕死之人 敌死不肯服软